大家好,今天讲一个男子来到小人国 过上了皇帝般生活的电影《格列福尔幽记》 我是一个快捐公司的小职员 岁数也不小了 可是事业与爱情都一无所成 和我在同一个公司上班的柔花 是我爱慕的对象 不过我一直没有勇气对她表白 一天我准备下班时 看见柔花孩子加班 我鼓起了勇气向她打招呼 她让我帮个忙 由于她晕船 就让我带她去百慕大群岛出差 我考虑都没考虑就答应了 这可是增进我俩感情的机会 于是我准备好一切开始出发 经过了十几小时的飞机 终于来到了港口 我开上了汽艇前往百慕大群岛 没想到在途中遇到了暴风雪和龙卷风 我的汽艇直接被卷了进去 等我醒来时 我发现我被绳子绑了 周围还出现了许多小人 这是什么情况啊 难道我来到了传说中的小人国 我挣脱了绳索 小人老王似乎是这些人的头头 直接用长毛刺上了我的脚 痛得我乱叫 他还让人把我拉倒 我直接给摔晕了 等我醒来 想着待到国王的面前 老王告诉国王 说我是红一国的间谍 你爷爷的 我连红一国在哪都不知道 接着我就被关进了监牢里 在这里我认识了同样被囚禁的老张 老张算是他们蓝衣小人国 个子最高的了 因为爱上了公主 所以被关了起来 老王和公主已经定了亲 他们国家一直和红一国有纠纷 第二天老王就在我身上装了一支控制器 控制着我给他们免费更迹 喝着就把我当牛屎啊 我这个气 你等着 这个时候我一定会报道 这时红一国派人潜入了蓝衣国皇宫 捡燃了弓箭 还要绑架公主 老王赶紧跑回去救公主 老张也担心公主的安危 就帮我解开了身上的控制器 我站起身子 直接提着红一国的人 就扔到了水里面 公主成功获救 而国王住的房子着火 国王还在里面呢 我灵机一动 脱下裤子 撒了一泡尿 就成功扑灭了火 解救了国王 顺便尿在了老王身上 以解我信徒之恨 国王把我视为救命恩人 给我修建了个大别墅 还派人帮我寻找汽艇 说实话 住在这个大别墅里面 还有人服侍 简直爽得要死 我都不想回去了 然而老王觉得 我抢了他在国王身边的风头 很快帮我找到了汽艇 想让我早点回去 我在船上找到了手机 查看了如花 给我发的语音信息 最后我们又把出事的事情办好 他现在被客户骂得要死 恨不得现在把我掐死 我知道了 我和如花已经没有可能了 所以我决定不回去了 我要在这继续享受 我放弹不计的生活 国王还奉了我做将军 老王做了副将军 这让老王非常的不爽 为了报复我 他关闭了蓝一国的防御机制 红一国的舰队 马上就攻打了过来 我身为将军 保卫国家走旁带 我脱光了衣服 和红一国国王谈判 想让他们撤退 但他们直接向我开炮 还好我皮操肉护 直接把这些炮弹反弹了出去 彻底击垮了红一国的舰队 从此我成了蓝一国的救世英雄 人们把我当成了崇拜的对象 在街上建了一个 缩小版的纽约时代广场 上面都是我的照片 我还给他们讲了各种超人 美国队长 蜘蛛侠等超级英雄电影 当然了 我把走人公都说成了是我 这让他们更加钦佩我 我沉迷这种被崇拜 被赞美的感觉 久久不能自拔 之后我还帮老张成功追到了公主 而老王从失去了权力 再到失去公主已经怒了 他投靠了红一国 用我在船上的科技杂志 做了一个机器人 还别说他还挺聪明的 带着红一国的舰队就打了进来 我和老王单挑 老王控制了机器人 抓着我的裤子 把我吊在了半空 我认怂了 我向国王他们承认了 我并不是什么超级英雄 都是骗他们的 我只是一个一事无成 带下巴士 满嘴胡言的凶吊子而已 国王很失望 我被老王绑了 扔到了一个他们恐惧的小岛上 在这个小岛上 我成了一个巨人女孩的宠物 没过多久 老张发现了如花 也飘到了这个小人国 被老王抓了囚禁在监狱 他找到了我 告诉我如花的事情 现在蓝一国已经被红一国占领了 国王和公主被囚禁了 我鼓起了勇气 为了曾经帮助我 信任过我的人 我拼了 于是我和老张回到了小人国 救出了如花和公主 还以国王 我要帮助国王躲回国家 于是我再次和老王约嫁 却没想到老王对机器人 进行了一次升级 总是放电 把我电的要死 还好老王几时帮助了我 把机器人里面的放电系统破坏了 我趁机放倒了老王 彻底赢了 还和他们一起跳了一段舞蹈 化解了两国的纠纷 老张和公主的爱情 也获得了国王的认可 如花被我的应用行为所感动 亲吻了我 最终我和如花踏上了回家的旅途 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 故事在这里就结束了 看完这部电影 我想问问大家 如果你来到了小人国 你是否愿意离开这里呢 好了我要去做饭了 大家记得关注我哦 我是凯乐公子 我们下期再见 转到转